MASA生活科技 我是MASA生活科技 我叫Martin 我是MASA創辦人 我們做的是智慧型的按摩椅店 可能各位都有聽過 身邊可能有親朋好友 買了按摩椅之後 用了兩個月就不用了 放在那邊最後變成堆衣服的地方 我們發現到這個問題很特殊 所以我們研究了一下 然後發現大部分人的困擾 都是覺得這個按摩椅按不到我想按了點 所以我們MASA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開發了自由路徑技術 所以我們透過那個搖桿控制 我們就可以自由的調整按摩位置 不管你的酸痛點在哪裡 我們都可以馬上很精準的去按到那個點 那我們把這套技術濃縮 然後放進了按摩椅店裡面 然後變成了我們的按摩椅店的產品 所以它既不佔空間 也不到一萬塊 然後可以精準的按到你的酸痛點 那這個定位呢 在市場上是覺悟僅有的 所以我們依靠這個特色呢 在兩年內就賣了上萬台 好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MASA在 有申請的專利四個國家的專利技術 在台灣、美國、中國跟日本都有 那我們的專利的搖桿控制技術 可以直接控制它上、下、寬、窄 不管什麼位置你都可以直接按過去 就算避枕鏡都能夠輕鬆使用 基於過往在運動健身產業 還有一些物聯網產品開發的經驗 我們算是第一次去進入到按摩器材 所以反而讓我們有機會去用 獨特的角度來看待按摩產品 所以像我們這個控制器的設計 在市場上也是非常獨特的 我們回到了源頭來看 我們是怎麼去按摩 我們按摩的時候會跟師傅講什麼話 我們會跟師傅講說 我們想要高一點、低一點、旁邊一點 大力、小力或是哪邊加強 對不對 我們把最重要的一些功能 設計到控制器上 並且把所有其他無謂的全部拿掉 讓它變成了真正回到我們 使用體驗最原始的初衷 好 那這次也很高興有機會 跟物聯網製造基地合作 然後幫我們推進了 敏盛集團裡面 讓我們可以在第一線呢 就知道 在除了一般生活家庭之外 我們在更醫療場所 我們能夠提供更多的什麼樣的附加價值 我們也期待能在未來呢 不斷地去深化這個應用場景 然後在這個醫療技術上面呢 去不斷地去深耕 去做結合 大家好我們是Miello 明州科技 我們是一家以物聯網專注在 空間負能解決方案的公司 那今天我們要展出的是 雲端門禁系統跟雲端智慧電表 那雲端門禁系統呢 我們專注在可以結合多種電鎖 透過掃碼控制 那雲端智慧電表呢 是透過雲端超錶 跟線上立即結算雲端度數的功能 去提供大家更多的雲端空間解決方案 那這兩個就是我們的雲端門禁系統 這一個的話是QR掃碼器 那它就是可以安裝在門上面 那掃碼 透過掃碼的方式就可以開門 像這樣掃碼就可以開門 或者是你拿手機去掃瞄這個QR Code 也會跳出密碼盤可以開門 那它可以結合多種電鎖 像是陽機鎖啊 陰機鎖 或是磁力鎖等等都是可以的 那這一個的話是雲端門禁機 它的開門方式就更多元 你可以用磁扣開門 或是輸入密碼開門 那它的同時也可以支援用手機掃碼開門 然後這邊的話這個是雲端段錄器 那雲端段錄器的話 它就是可以透過遠端去控制房間的電力 on或off 這一個是段錄器 那它的話就是也有上到 也有上控制器之後就可以用 在後台上去控制它斷電或是負電 像這樣就是我們現在這邊 然後就按遠端斷電 對 然後它就會關閉要等它一點時間 像通常我們會是裝在預約空間 因為預約空間它就會需要說 同時控制電燈或是冷氣的開關 對那它就可以去控制它打開或關起來這樣 可以是比如說事先定時 我今天預約是早上十點的時候 就要開啟這個會議室的時候 它就會十點的時候 就同步這個breaker去打開這個電路 讓它可以去打開冷氣或是電扇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智慧販售櫃 那它的話就是門禁系統的延伸應用 我們把控制器裝在這個櫃子裡面 那它就會可以控制我們的櫃鎖 那它的解鎖方式就也跟其他門禁系統一樣 你可以用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解鎖 或是你可以用遠端一鍵 在後台一鍵解鎖 它的應用方面就可以更廣 因為你這個櫃子裡面 你可以把它變成是販售櫃的形式 或是置物櫃的形式 像是這個的話 我們放在閉盛的話 它就是可以在裡面 當作是一個儲物空間做使用 那謝謝物聯網製造基地提供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導入桃園閉盛制一層 那打造書眠智慧體驗館 大家好我是脫幣科技有限公司 然後我們公司主要是負責3D列印血管 還有心臟的模擬教具 以及醫療器材的開發 而這次呢我們主要是針對智能棋盤 然後我們智能棋盤呢 主要是針對發育齒緩耳童 腦部受損等患者 用於上肢復健訓練 以及注意力訓練之輔具 產品由棋盤、棋子及電腦程式所組成 使用者根據復健需求的題目 依照指示把棋子插在棋盤的對應位置 然後一次有5個題目 完成時會即時呈現訓練結果 然後此系統可以提供給治療師 參與訓練者的完成時間 以及準確率作為參考的評估 我們的智能棋盤呢 它有分成三種模式 有精細協調模式、認知訓練 還有注意力訓練模式 然後這個整個回合會有5個題目 如果這一題答錯的話 它的音響就會顯示是錯誤的 顯示的測試結果的部分 有花費的時間以及答對的正確率 以及測試的時間 另外我們本產品有雲端平台 棋盤的使用可以透過雲端下載 而進行更新體庫的功能 非常感謝製造基地幫我們協助的公司 然後幫我們的IC 原本是有線連結的 改為無線連結的狀況 我們也很開心收到製造基地 邀請來參加這次的年會 希望藉此機會讓大家更是 認識我們這個團隊 那我是創辦人A里士 那創辦基金公司主要是因為我 其實長年睡眠不太安穩 那買了市面上很多的枕頭 發現市面上很多的枕頭 都存在了一些問題 那這個枕頭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我們總共申請了五個專利 三個發明一個設計 還有一個新型的專利在這裡面 所以我把碳纖維比較特殊的耐用性 彈性把它整合放在我們的枕頭 那為了調整這個 它的彈性需要不同的磨菌封明 然後不同的疊層 雖然看起來只有薄薄的一片 但是它裡面竟然有十幾層的碳纖維 那碳纖維它在不同的地方 它的彈力要調整不一樣 所以這是它困難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枕頭特殊呢 就是要解決市面上現在所有枕頭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的碳纖維裡面總共有29根 可以依照不同的頭型去調整它的彈性 第二個 我們人體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正常的時候 Gap就是我們頭跟背部的Gap比較小 可是當我們測睡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的肩寬 尤其越寬的時候 你的枕頭要買得越高 那你就會造成你半夜在睡覺的時候 你正躺是比較低 可是你翻轉的時候 你會變成你在爬山 那用的其他的枕頭呢 可能就會造成像羽絨枕 你在半夜練功夫 因為你必須要去抓你的枕頭 去符合你的頭型 那有鑑於此 我們就開發了這一顆 懸浮的枕頭 那很有幸我們去年得到IF的設計大獎 那也是台灣整具類應該是第一顆 那個我們的枕頭特別對在於是 中間的部分呢 它的carbon的彈性比較軟 然後越向側邊那個carbon的支撐性比較大 所以它正躺的時候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頭會離床比較低 但是呢這個懸浮的系統呢 會讓它會有一個煙囪效應 所以它在自動排熱 熱氣往上 冷空氣還是從這邊進來 所以它可以自然將會循環 不要有其他的東西 第二點呢 就是它在躺的時候呢 現在已經有音樂 可是周遭的人 完全聽不到音樂 是因為裡面的喇叭是指向性的 那我們做裡面很特殊的設計 所以就算它在枕頭上移動 它感覺不到任何的異物 這是我們喇叭設計的特別 那裡面還蠻有一些台灣 我們原本用美國的一些感測器 然後我們現在是開發台灣的 跟台灣的幾個大廠做處理 它在翻身的時候 很容易知道它翻身的次數 睡眠的品質 生成睡眠的段數 以及生成睡眠的時間 所以我們馬上定義 你有效的睡眠的效率是什麼 所以有些人躺了十個小時 但是他不見得 他睡得很安穩 但是我們的枕頭可以讓你看出來 你昨天晚上翻身翻幾次 你喜歡測睡還是正躺 這是我們枕頭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枕頭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它這樣躺的時候 它的音樂可能它聽聽聽 聽到睡著它只有一番聲 音樂自然就斷了 它不需要人再去控制你的手機 再控制你的喇叭 或做其他的控制 那未來呢 這個可以結合一些 比較簡單的那個theater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臥室的一些電視電影院 你可以投影在天花板看你的那個 想要的電影 那很感謝那個製作會的幫忙 就是媒介很多不同的廠商 所以我們在裡面開發了一些晶片 然後PCB板 然後協同台灣的廠商 共同把這個比較艱難的這個枕頭 裡面輔助的一些IC的 或者一些component的部分 馬上賣進去 所以呢未來是一個科技的時代 我們希望用科技的功能 來解決睡眠的問題 希望我們的使命呢 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解決睡眠的問題 非常感謝 謝謝 我是聯誼通公司 那我們開發的產品是一個AI智慧插座 那這個插座跟一般智慧插座應用場域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導入了AI在智慧插座裡面 我們重新的定義了智慧插座的應用的領域範圍 我們把它用在長者居家關懷這個領域裡面 因為長者其實他應該不會習慣用原來的方式來使用智慧插座 比如說遠端控制APP控制 那我們把這個插座接上長者家裡常用的電器設備 我們取得一個專利叫做基於電器使用情況的場域監測方法的系統 那就是說長者在家裡 他把他一天做起常用的電器設備 會表示電視電鍋或電扇接上智慧插座 他們依照原來的方式來使用智慧插座 他每次開關電流會變化 就像我們後面展示台這邊秀出來的資訊一樣 電流會抓到他的變化 那我們會抓到他的使用狀態 那等於長者他一天的作息有其相對的規律性 所以我們透過智慧插座 就可以擷取出長者在家裡的作息生活模式跟形態 那進而我們的AI後台可以建立其他的一個Pattern 那我們可以跟他實際的行為來做比對預測 那如果有顯著偏離的時候 我們可以發出即時的預警通知 請有非同住的親人子女或社工去進行即時的關懷 那其實我們知道目前台灣要進入極高靈社會 那偶爾就會出現一個長者在家裡發生意外 跌坐很久然後甚至有孤獨死 這樣的很遺憾的事件發生 那我們的AI智慧插座透過長者在家裡 他只要做自己 他不需要穿戴 不需要學習這些設備的使用 他照了他方式過火 那我們的後台就會持續來關注他 那我們在發生偏離的時候 可以即時的發出預警來關懷 那這樣其實我們相信可以縮短很多所謂的意外發生之後 其實無法對外呼救 甚至造成遺憾事故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用電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們在看這件事就是說 一般AI智慧插座 我們講到應該說一般的智慧插座 沒有加上AI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年輕族群的用的 遠端控制、排身控制、智慧家庭 用APP去控制這些聯網的設備 可是如果我們的上去的話 其實長輩不會用這個東西 他沒有必要用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希望他在家裡做他自己 遙控器開電視 他如果是喜歡在書桌前看書的話 開個燈 那這會代表他一天不用一個作息的行為模式 我們就是要做這樣的關懷 那對長輩來說 我們大概這個操作就是幾個方案 一個就是說他居家行為的模型建立關懷 他有沒有異常 另外一個其實重點再來是 我掌握他的電器特徵值 我知道這個電器現在的運作 即便是正常運作狀態 他的電鈕有沒有太異常 異常來自於說 代表這電器設備處於一個危險的運作狀態 雖然現在看似功能正常 那對長輩來說 居家用電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去年在澎湖場域實證 就有抓過幾個這樣的案例 那我們幫長輩做這件事 對他來說他就覺得 他就覺得很高興 他居家用電其實有人幫他顧到了 那另外一個我們一直講到我們說 ESG的EZ款 因為操作其實就是一個用電盤查工具 你的電器是否過於老舊 造成片高的耗電 或者是說你的電器的使用行為 有點不是那麼的好 會造成一些沒必要的耗電 那這件事情透過我們的用電盤查 這個資訊 收集到足夠耗電 是可以統計出來的 所以我們說 我們可以在長者家中 提供一個甚至包含 他在ESG這領域 所以節電的這個控制 我們可以給出建議進行必要更換 我們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在導入國產化IC的過程當中 製造機體給我們一個極大的協助 那其實因為我們要做這個服務的時候 我們現在 我們在應該明年初就會在屏東縣導入一個 1000戶的場域大概3000個插座 那我們要進到地方政府 進入政府的話 其實國產化IC 這是一個必要的一個程序 那製造機器在方面 幫我們很快的提供了開發板 串接了這個模組廠商FAE的支援 所以其實我們很快可以在很順利的 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成品開發 我可以說是一個無控過程的導入 那導入國產化IC其實 如果我們跟原來的方案比 相對其實成本會提高的 可是其實我們相信 我們產生的是一個高附加價值的服務 讓導入的所謂相對的硬體成本的增加 是在這過程當中是完全被忽略掉的 對